嗨 大家好 我是彭尊彭尊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其實現在有些比賽都延期 然後甚至不打 12月呢 每年最重要的NBA的聖誕節大戰 今年看來是 沒有啦 應該是不會進行啦 所以我們就自己決定說 那我們就辦第一屆YouTuber聖誕大戰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我們五位的主辦人 第一位 嘿 大家好 我是部長 我是齊哥 What up guys 這是爹利 對 然後我是尼克 我是主要是以號召人的身份來 沒錯 主揪啦 主揪 其實很有趣就是 因為一直以來 我們都是YouTuber自己在打 一開始辦我們就有這個念頭 就是說 我們真的YouTuber從來沒有 一起公開打過一次 對 因為像有運動會 還有沒有籃球賽 對 時間呢也是在11月21號 在南港運動中心 其實真的是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的來看我們的比賽 正式上變的正式在12月24號 就是平安夜 對 以往的聖誕節打戰 沒錯 對對對 你看不到那個MV 你可以看看我們的 因為差不多啦 遠看差不多 尤其是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其實沒有人去舉辦這麼大型的活動 對 像在台灣才有機會做 對 因為我們台灣疫情算是控制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才有這個機會可以去辦 這麼棒的賽事選擇 這次期間將近30位YouTuber 都非常的有知名度 對 有些人可能也不知道說 你還會打球 例如博恩 11月21號當天的門票資訊呢 都會放在我的留言處 那今天呢就是我們第一屆YouTuber聖誕大戰選秀會 正式開始 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第一屆YouTuber聖誕大戰的選秀 跟認識人同一隊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有默契 其實我覺得大家練過幾支球 我覺得都還蠻適合大家同一隊 大哥沒事啊 可以不用講這種嗎 其實雙方隊長誰選我都可以 但是就是有蔡哥那隊盡量 不要選我 我想跟Danny一隊 我們過去有一起在一個節目上面 那是我造他 在籃球上我需要他造我 這次我們的比賽是正規的 十二分鐘一截 全體表達四截 但當然啊 首先 我要先把兩位教練選出來 好 那我們歡迎兩位隊長我們的 天佑還有郭柏 大家好 我們是 休斯蘭哥的天佑 大家好 我是那個郭柏 我們今天有兩位隊長 是 一位是你很熟悉的彭聖 另外那也是我們民客 民客 那你比較想當誰的教練呢 兩隊的話都OK 但是畢竟我跟彭聖認識比較久 所以默契上可能會好一點這樣 所以你希望可以指教 彭聖認識 那郭柏你呢 既然他們都選彭聖認識 我們當然是選一科 你會喜歡那種 就是從不被看好 最後成為一家的 好 那所以你喜歡逆希爾 這種感覺 對 教練 可以選他們的隊長 那接下來就是隊長選各位 好 那我這次選人的策略呢 就是趕緊把我心目中覺得 我選一個非常強的球員 情定Fred 達哥 然後Danny 部長 喬瑟福 這一次都是我 比較想選的球員 我今天也不是說 單純選 純粹強的 他們跟隊員的配合 以及搭配過的感覺 我覺得是會有一個 良好的XE 球員們 等著我吧 因為今天是 算是我主場嘛 在我頻道 所以狀元籤會給尼克 策略是這樣 我依據我第一個選秀的人 來決定我今天的艦隊 所以如果我第一個選到達哥的話 我就會集結很多快速的控球 但我猜達哥跟Fred 可能會是 兩個人其中會是個狀元 那如果我選到Fred的話呢 我就會在 封線上面做一個堆積好不好 所以等一下我策略 看我第一個選到誰 我就決定我 後面的陣容 會是用快速的球鋒 還是陣地戰 如果選到儲弗的話 我就會以陣地戰的球員為主 我就把儲弗啊 Danny啊這種 Ted啊這種 我就比較壯的 好不好 我就把它選進去這樣 那這次的選秀規則呢 會是一個S型的選秀 那因為這個頻道是 求給彭尊的頻道 今天是在他的頻道上 所以呢我們先把這個 優先選擇的權 給到尼克 等一下尼克會先選 然後跟彭尊選兩位 然後再跟尼克再選兩位 好那我們今天來把時間 交給我們兩位 隊長來我們的彭尊和尼克 尼克算是要選狀元對不對 因為你第一個選 那你就只能選一個 等一下我看一下球員數據表 因為我們打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們都有安排那個 球探在旁邊有幫你們做 你們的個人分析 尷尬的點是 博恩數據表問號 品長版人物 嘿大家好我是博恩夜夜秀 已經撕掉這個節目的主持人博恩 以前啊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我的稱號 開玩笑 外文JR Smith 都不響欸 都很麻煩 你如果跟他同隊 然後他是老闆 然後他一直不把球傳出來的話 你跟他不同隊 你又不能把他電報 這樣回公司就不好看 那所以我這邊就來 正式選我們的狀元籤了嘛對不對 好我現在正式公布 2020第一屆YouTuber 聖誕籃籃球杯 選秀狀元是 坤達 坤達 達哥 我們同隊了 恭喜達哥 我們達哥是我們選秀狀元 其實啊我就是為了狀元才出席 原本達哥沒有來 沒有啦 我想說就是要出席一下這個聖誕 所以我要選榜眼跟炭花的 對 怎麼覺得比較划算啊 我想選的榜眼 但他今天不在這邊 我的榜眼是 True for Fred 好 直接 你是被電到嗎 應該吧應該吧 應該吧應該吧 然後那我現在第二位呢 我上到現場的 最近戀球非常勤 柳沛 哇 我們今天要開箱 最新的iPhone 12 還有iPhone 12 Pro 我其實有點練太多 我最近我膝蓋很痛 說實話 可能沒有人可以防我 好 那就我現在來宣布2020 R2籃球杯大賽 第一輪第四順位 第四順位 這麼認真啊 我都對我的球隊很漂亮 沒有 好 等一下我看一下 達哥給你一件 好 第一輪第四順位 Danny Danny Boy Danny Boy Danny Boy 林堂射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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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堂射手 我其實都會打二三號 但我覺得這次 因為蠻多人的 所以我覺得 打哪個位置其實都沒差 最強一隊應該是 達哥 之前我們配的時候 我一個抓籃板往前一丟 達哥直接一個快攻 舒服 除佛 我不扛誰扛 然後我自己是打四號 三四號 然後達哥打二三號 達哥打五十號 你還進 你還進這種隊 沒有 沒有 達哥打二三號 但是他可以拿 他可以控球 在達哥可能下場休息的時候 我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軍心 第五順位 博恩 你跟我說你是隊長嗎 哇 我是順位 感謝各位看完 三季的博恩夜夜秀 那 博恩夜夜秀 會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我第六順位 你們有博恩 我就一定要 喔 同公司的 可以讓他們同隊 曹瑟夫 第六順位才叫羊將給他們買 Yes sir 大家好 我曹瑟夫 邱仁 那大家照片有在做秋嘎嗎 所以有些時候我也是需要去學習 進修的啊 還是我們 還是 在一直以為是要發文道歉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打過功嗎 誰要打過功 我道歉很爛 你要幹嘛 他真的很可怕 他真的很可怕 說得要去 要去路上 地位單打路人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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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的單打 我到時候影片見 請問他得分也會乘1.3嗎 會 1.35 既然達哥發文 代表達哥過得太舒服了 我要找人來對付的 我選擇的是 菜哥 對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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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第五次未來沒有選到 我就要走了 第七次未來可以了 所以你是被有點被 就是忽略了 第七次 算是 剛剛沒有問我打幾號 我知道菜哥打幾號 阿哥打幾號 你就打幾號 他打幾號 我就打幾號 我們不打區域 我們打能兵人 好 大家好 我是菜哥 我是一個 陽光南海 水東角龍 沒有錯 海邊是需要我 我很怕我就說 因為我年輕阿 小了那麼多歲 到時候真的馬上吃爆 也不好看 也不好看 我們比得分阿 得分阿怎麼樣 各的 那輸的那一方要做點表示吧 我們在IG上面 做一個道歉 好 就說抱歉 我的球技不如 叉叉叉 好 你先打好存在草稿裡面 好 那我現在宣布第八順位 目前我要選一個定點的射手 部長 第八 第八可以 第八可以 哈囉大家好 我是部長 這影片呢 要討論的是 天人 我也體會 其實當然會比較希望可以被尼克啦 其實當然會比較希望可以被尼克啦 對 因為我 對跟尼克比較熟一點 黃尊會比較像是一個 競爭對手 對 我最準阿 哈哈哈哈 下一位第九順位 天 哦 哈哈哈哈 好酷喔 哦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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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一集實在是太長了 就我們分兩個階段好了 而且主臥室會邀請主臥室的女主人 來跟大家介紹 慢慢再做準備了 因為現在一開始都 每個禮拜都固定運動 大概三次到四次 不然我專門對付齊哥 哈哈哈哈 沒有啊 我覺得這個球人 他不應該落到第十阿 沒錯 我要選的就是 標速豪宅齊哥 我實在都不太反應 在學校難道了啦 我一個禮拜練三天耶 所以齊哥 有時候可能 練九就能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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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是最帥齊哥 我最想要跟誰一對我想一想 童春 我第十一個我就要選一個 但這個球人他今天也沒來他也很少來 對 我選邪惡分子的阿欣 他180公分 對啦 對啦 趙傑倫啦 吳卓元啦 他現在在家裡會戴墨鏡 好 既然你選擇阿欣 我就選Brian 超有味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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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欣就是當我今天要來 他就沒來 來Brian 好球Brian 這裏的衣服 就是我剛剛給你們大家看的那一雙 UNIEN JOREN的世代 一起出的 他這個系列出了T恤 然後帽T 我應該想要跟他當對手 因為這樣就可以分出高下 在潮流界是誰比較厲害 那個很陽派 不是高明哥是人家爸爸 因為我心目中的先發陣容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今天出來了 所以我現在需要一個人機非常高 因為我們到時候會開放觀眾進場 對 然後如果他在這一隊 大家都會為他加油 喜菜 喔 加起來 喔 加起來 我沒來 我沒來 教練你選對了 對不對 可是喜菜剛剛說想跟我一對 但我是說想跟打哥 對 他優先是打哥 如果雨之後 你還不停流 哈囉大家好 我是喜菜 達哥吧 因為達哥很強 我第13位要選 他應該也算是籃球型的Youtuber 但他更像是灌籃型Youtuber 四輪 可以選他對不對 你在想對不對 還算是 有一個最好的景色 工具 最近真的有在練灌籃 前陣子有點受傷 但很希望在這種可以公開的地方 展示一下自己的彈跳 但如果有快攻的時候 希望隊友可以拋一個長船給我 有機會我一定會來 剛剛尼克選個香的對不對 但是你再怎麼來就是其他一個人 我選了這一個 來了之後可以不只一個人來 安安邊緣植我選阿倩 哇 謝謝你選一下阿倩 阿倩 阿倩 我是應該要有愛心家籍吧 愛心家籍 喔 亂猜的啦 羊羊在目要第一支單獨的影片 那我要趕快把這一號人物抓下來 你不選吼 我要選後側 阿你今年NBA收集都那麼差 某種程度上確實是因為COVID-19的關係 小好聽點叫持久走了 但通常我持久就會直接趕 需要一個得分破口的話 欸 這邊 接下來是我選嘛對不對 對啊 你選 兩方面都不想選對不對 阿沒有沒有沒有 我要選我團員十套 一起一起 好 我下一個選擇我也是選擇跟籃球有關因為我後車不忙 講籃球那我要選 講籃球的對決 Gary 在今年總冠軍賽中再次展現了他的不屈服以及鬥志 也贏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下一個呢我下一個我選的是阿布雷的琴琴 喔 喔 喔 我打一打發現 黑龍在面對有一些牌組的時候還是打得很吃力啊 像是天晴好了 我自己覺得我當苦工是當得滿層次的 好 那我覺得接下來我要選的是我們 當我們羅勇的受傷 大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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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轉換成一個錘子的重量的時候 這涉及到一個很複雜的一個肌肉的一個協調的過程 好那最後呢我要我就選同位控球的邱葵 對 好 對 因為球盔他來比較少 球盔你還在防護員之後選 我會實在這個動作多練幾次 讓你的子父慢慢的開始給控制球 也就有力量可以增加他的轉速 好啦 大家很驚嚇我趕快選一下 不然你要生氣了 我要選練球的認證 順佳好不好 順佳來了啦 順佳來了啦 在Youtube平常拍影片被霸凌就算了 現在還要被霸凌 你們到底是不是做效果 沒有啦 剛剛球鬼選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驚訝 這麼玩選你 如果是我在選的話 順佳應該會在蠻前面的問題 大概前面兩個而已吧 對啦 紀念的人是因為 你被他帶過之後 你就會很喜歡他 去過安民港 不是過去帶的 我們說 你們不是過去帶的 你們不是消防疫 我的休息室氣氛不太妙了 對 我下一個人就是哲平了 哲平啊 哲平啊 最後一個選擇 才有哲平 那些人就不可能 阿諾哈 咄咄咄咄咄咄 大戰爭時間來 好 那我們繼續來打一下 我們的川崎尋寶季關卡 不過這邊人忘了哲平 還有一個人 還有一個人還沒選到 就是我最後一個選 好 GINO 今天又來到了北籃籃球系列 我們現在就是雙方各自的球隊 跟球員都已經確定選到這個定位了嗎 其實我這樣看是蠻平均 就是每個位置都有 這很重要 隊長對於今天選秀的結果來說一下 感覺如何 我今天非常滿意 首先第一個選到撞圓圈 撞圓圈 5號就是由我們的洗塞 可以打5號了沒有了 可以 5號就給你了 這個先打2或3 然後郭文打1號 2號 2號由副長來承擔 好不好 好 主要控就是由達哥和郭文來控 紅尊上的話 你就趕在命牌好不好 我覺得讓郭文打2號 好 那就是我們的先發陣容 好 今天這個選下來都很滿意 有沒有誰是很不想選的 這個問題可以留給另外一隊 對 因為我們這個不會有這個問題 對 對 好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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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一樣 請我們的隊長先來講講話 對於今天選秀的結果 感覺怎麼樣 我們現在休息室的氛圍有點出現 蠻奇怪的氛圍在 那我們先發五人這樣排出來 五號位不用講了 Fraid 四號位我是給那個 蔡哥 到剛剛這樣子安排 蔡哥應該是打3號 因為 因為跟吞打 那我打4號好了 就把位置讓給你 然後控球呢 我給蕭瑟夫 我們2號位就我們做的位置 大家會覺得 好 我們是不是敵部他的 我們還是要給他個機會 不過2號位我覺得是 沒有配 欸 喂 對 練球很認真的劉沛 劉沛 劉沛至少太誇張了 他第三數位 對啊 無情發很快 劉沛跟你們覺得最後一個問題 哪一位 是你覺得 選到選是有點面前 其實是蠻多位的 不是 好 劉沛什麼 最後想要嗆一下他的有沒有 沒有了喔 對啊 他們也沒中鋒 要身高沒身高 要顏值安排 大哥 沒有啦 好多講話 基本上我們沒有什麼死角啦 死角了 我們就等 到時候比賽見啦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選秀呢 就到這邊結束 對 對 那比賽呢 比賽呢 會在11月21 南港運動中心 都是展覽館喔 那到時候呢 是會有開放大家進場的 所以大家可以共襄勝出 對 然後呢影片呢 會在12月的24號 因為我們聖誕節大戰 所以那天呢 影片會正式上傳到 我們的YouTube 沒錯 那手運用頻道呢 我們還有陸續相關的 後面會一些露出 然後直到我們比賽當天進行這樣 好 請大家敬請期待囉 請大家敬請期待囉